年初发布完ET7后 这一年李斌被问的最多的就是什么时候交车 站在舞台上的他介绍完ET7的亮点后 宣布ET7将在2022年3月28日开始交付 李斌在三季报电话会议上说 2021年大家看到我们投入的决心 2022年我们还会加大投入 目前未来有10个研发部门直接向李斌汇报 李斌在二季报电话会议上曾表示 与AD相关的团队有四位副总裁级别的管理者 直接向自己汇报 今年4月 蔚来第10万辆量产车在江淮蔚来工厂下线 李斌说自己心里有些波澜 但没有太大波动 我们忍受了很多质疑 在4月的上海车展期间 御来总裁秦力宏曾对中国企业家等媒体表示 未来今年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当下汽车行业站在一个十字路口 技术浪潮叠加国际形式商业模式 几个大的变革交叠在一起 如果站错边 就万劫不复 李斌认为 未来充换店的基础设施可以铺设得更好 售后服务中心建设也应该加快 改进服务这件事永无止境 在打造一家用户企业的同时 让未来的技术能力更好地被外界知晓和认可 是李斌努力的方向之一 今年9月 御来在海外第一站挪威开启交付 李斌在11月初的电话会议上分享了一个数据 在挪威市场 试驾过未来的用户超过四分之一都会订车 各方面工作都达到了预期